我們剛剛跟水瓶子聊到他在金田街 有一個標下一個日本式的建築 也聊了蠻多很細微的建築物 當初日本設計師怎麼樣配合台北的氣溫 土壤去建一個改良過的日本建築 所以從現在回頭去想我們台北 台北城這個城市是一個蠻奇特的城市 它歷史好像短短的 然後也沒有像東京首爾這樣高樓大廈 像香港這樣高樓 樓也沒有那麼高 除了101之外大部分樓都是一個高度 10層樓這樣左右 然後也有人認為台北以前都是鐵門鐵船 非常醜 可是近幾年來大陸客來台北以後 我聽到一些學者大陸學者或者大陸的商人 說台北很好 台北有一種自由空氣 就是一下到台灣從桃園機場到台北市 台北的人看起來很溫柔 然後很從容不破 然後台北也不醜 可是台北人自己看台北 好像很少去想這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聊聊這方面 其實我每次出國如果從歐洲回來 就會覺得台北市非常醜 會不會覺得亂 對會覺得亂 剛回來 可是這種亂中有序 然後剛才講的又自由 的這個氣氛呢 那你如果說從東南亞回來 哇你就覺得台北又是非常漂亮 然後你做城市 對那我我覺得記憶對台北這個是非常薄弱的 嗯記憶 記憶台北的所有東西 對因為剛才我們聊到說 30年前台北還是水城 柳宮郡或者是一些河川水溝還是流來流去 可是如今好像你要看到水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對那很多很多大樓很多舊的建築在都市更新 就慢慢拆掉不見了 對那這些我覺得記憶對這座城市來講 跟歐洲國家其實有很大很大差別 嗯 那可是我們的記憶本來就短短的 因為我們的統治的那個不同的更換是非常快的 對就從日本人後來國民政府來 嗯這個這個更換 跟甚至說在早先更早前 我們提到凱達克安祖 嗯這個原住民清朝的時候 對可能是移民社會吧 或者是殖民社會的影響 大家對記憶這件事好像都不那麼在意 因為台灣的開發是從南邊開發的 所以我們再往前推到清朝或者鄭成功 再往前推的時候 是從南部台南一直往到台北 台北是一個沼澤地 我們很難想像也不過就幾百年前 台北是一個沼澤地 上面住的一些 就像你講凱達格拉人住 然後漢人的移民還非常少 對就全部是稻田 這個是很難想像 所以台北跟那個很短的時間內就變成快速的 尤其是日本統治後 他快速的把它建起來 建起來把台北變成是一個首都 那國民政府來台北以後 因為國民政府來的人非常多 所以他中間突然又開始大量蓋一些 尾山建築跟 你開始講說 公寓 公寓 或者是軍眷 還有就是你剛才講四十南村 所以他整個 整個他之所以雜亂是 好像在戰亂中 這城市是在戰亂中 大家突然湧進很多人之後 重新開始建設了 可是經過了這樣 就算國民政府來台灣也很久了 這段時間開始台北真的開始變了 因為他經過一個時間過程 包括你剛講都市更新 他可能是好還是壞 比如說從歷史的意義來講 那更糟糕了 因為他可能要拆掉 殘存的記憶的一點點東西 對然後再去蓋起來 不過現在有一些建築物 像在迪化街附近 其實 呃他有規定就說要保留立面 對我覺得這點還是有點折衝 保留立面 對對對 那呃比如說他可能原來是一座教堂 嗯那他他他把教堂拆掉 然後蓋了十幾樓的大樓 可是他立面還是還是原來的一樣 這有一點補償作用 雖然這個 其實也不太一樣了 對對也不太一樣 要整個設計整個大樓 只有保留個立面 好像只有一個像一面牆而已 對對對 所以因為這幾年做文史導覽 我覺得對老東西特別懷舊 嗯所以都會去研究說 哪邊這條街 原來是什麼樣子什麼風貌 然後會去找老照片出來 嗯對 其實那個 有人曾經說過台北 雖然是一個剛開始看起來有點凌亂 亂中有序 可是他是一個蠻醜的城市 可是也有人對台北越來越覺得他的那個 他的特色開始浮現了 嗯為什麼呢 就像你剛才講說 很多日本建築師 甚至於來台北去找那個 當年他們在台北 所蓋的一些宿舍 嗯 連動式的 連動式的那個日式 日式 或者是你剛才講 那他們在日本本地沒有 然後呢 中國式的東西在台北有過一些 宮廷式的東西 就是中國 中正紀念堂 很多圓山飯店 然後 歐洲的建築也是跟人家不太一樣 也不是真的歐洲建築 是日本人眼中的歐洲建築 嗯 所以台北作為一個台北哦 有一種說法說 從台北的角度去解釋中國的文化 或者由台北的角度去解釋日本文化 甚至於歐洲文化 他有獨特的一種 感覺 你覺得這話合不合理 呃 這個最近很流行混搭啦 混搭 對對對 那那我覺得看這個可能還太早 那 呃 後來我們台北人怎麼樣 像利用我們設計這些都市規劃 我覺得這個是更重要的 像現在很多公園 他有一些理想要恢復 呃 日本時代 日式 對 做一些 一些庭園 對 庭園或鳥居 那 那有時候就會覺得不倫不類 那有時候又覺得還蠻適當的 嗯 對 像你在迪化街可以看到 清朝宮廷式的涼廳 嗯 對 那可是其實迪化街在當時是非常洋化的 一個區域 啊 洋樓啊 對 他跟蒙甲跟萬華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嗯 對 他是因為他開發比較後面 嗯 對 那那邊又出現 呃 宮廷式 嗯 對 那那個之前政府有一些口號要在 淡水河畔建立 例如杭州 市的那個 對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是 聽起來很怪 對 很怪 那我覺得這這方面可能我們市民 我們民眾是還要再 多一點美學的體驗 嗯 你剛才講到混搭式就是說 就是因為台北本身他曾經有住過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統治者 嗯 所以他的混搭式就是 大家都認為這樣比較美 比如我都 我覺得中國的宮廷是 比較美 蘇州杭州那種東西 那種 漂亮 有人認為說日本的 建築物漂亮 嗯 而且比較適合台灣 這個氣候 嗯 然後各種 這種混搭式的過程裡面 公共 公共建築變得非常重要 對 那其實我我蠻推崇台南 這這幾年 嗯 他的古蹟在利用 其實 是有新舊混搭的 嗯 對 那他整個都市建設裡面 一定是有一個組織是在規定 繼續再增加了建築物 或者是 要修改了 要按照一個怎麼樣的一個 對 美術上的一個 對 那而且在利用的時候 人的因素是要考慮進去的 那我覺得這點 台北 對 嗯 這幾年我感覺是有點落後的感覺 嗯 跟台南相比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台南 嗯 因為台南的文學館 嗯 我 對對對 對對對 其實他進去的時候 你正面就是完全當時 當時那個那個樣子 對 可是他後面是搭起來的 嗯 所以他空間整個 變得非常 多出來 嗯 他多出來應用就 我覺得可以用到的地方就非常多 作為展覽館 或是作為講座 藝文的空間 這樣子 對 那這個我在波士頓 或在美國 或歐洲 都有這方面應用 那其實搭起來 你從後面看 哦 是比較新式的建築 從前面看 看不出來 對 嗯 那台北會不會是因為 整個土地的利用也差不多到了一個飽和 嗯 他有沒有可能在 按照你剛才講的方式 就是說 尤其是公共空間 嗯 因為私人的空間 講的 講的更 更直接一點 土地是一個建設公司買去了 對 他要蓋成一個什麼 什麼事你根本政府沒有權利 對 干預他就是實際上公共空間的利用 我覺得空間這個就是大 呃 因為我們一直私有化 那所以很多建設公司他就是 哦 要蓋豪宅 那豪宅內的空間怎麼應用 就是他們 他有權利嘛 對 那我覺得公共空間 因為以前有規定說 必須多少%公共空間這個 那 那 我覺得規定應該更嚴格一點 嗯 能讓 大眾去享用 享用這個空間 對 對 或者是說在廣場的應用 我們對於 像國父監管 或中生健康 嗯 或者是 呃 像松山煙場 這種大型的廣場 我們對於廣場 這這個認知 嗯 我覺得比羅 羅馬時代 可能羅馬時代 或希臘時代 他們會想到一個公共 公共空間讓大眾使用 那我們現在好像 這這個氛圍非常少 啊 就只是公園哦 這樣子應用 以前 現在人買房子 會抱怨說 公共公共公共公園 公共公園太多 然後那個房子 100%多少要拿來公共 空間來使用 然後我自己可以用的變小 嗯 那可見了 在一個市民社會 轉到一個公民社會 的過程裡面 嗯 大家對於公共的概念 還是很 非常非常薄弱 對 門關起來是我的 公 門一關起來 這裡面是我的 嗯 外面 是大家的 那不關我的事 對 那這個東西好像在這 近十年來 開始會有點改變 嗯 就希望一些 我們看到很多公共藝術品啊 其實有 漸漸的把這個地方 這種觀念帶進去 可是我覺得 可能還是很慢的感覺 對啊 對啊 那你對台北的水岸的看法 比如說我們早期台北 因為會有颱風啊 會有淹水 所以我們把河堤煮得很高 一直是大家抱怨的地方 就是說 台北原來早期是跟水很接近的 嗯 像我們小時候有水溝 有 有水浸 嗯 然後到 後來隨著這個 風災 水災還有害怕 把河堤煮起來 所以 台北 台北人跟水的關係 是已經越來越隔閡了 對 我覺得這個高牆就在淡水河畔 其實 他圍起來的就是 人就不容易清淨水 嗯 而且我們進去運動 就要從水門 然後塞一車 然後進去 繞一圈 那 以前河岸文化還有 民國五、六、零年代 其實有茶室的 嗯 因為以前沒有電視 所以歌星鑄唱是要到 河岸的茶室 河岸的茶室 去鑄唱 對 所以這個完全消失的文化 其實這個非常可惜 可是這種東西又很難恢復對不對 因為大家生活節奏已經變了 對 所以 所以 其實我覺得河岸 除了我覺得現在腳踏車道做的還蠻成功的 那我覺得 腳踏車是一個 對 可以 腳踏車 對 可以慢慢再演繹出 可能比較不同的公共空間 尤其在河岸旁邊 那 呃 其實巴黎也是一樣 他巴黎在工業革命後在 在河岸族起了很多高速公路 嗯 可是他們慢慢其實已經把它低下化 或是把它移開了 那 那我覺得台北這方面的努力 可能還要很久吧 那尤其是像新生北路高大橋那個柳公俊 嗯 以前也是在那邊留 那現在已經把它蓋起來 那 是不是有可能把它打開 嗯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如果是我當市長的話 我是希望把它打開的 嗯 打開什麼 打開這個 嗯 柳公俊 對 新生北路 對 哈哈哈 那會影響到很多路面 對 那 那 可是現在有這麼多捷運或公共工程 對 或腳踏車那麼方便 其實我覺得 往這個方向走 應該沒有錯 你剛才講到一個字眼 不倫不類 就說 一個城市 尤其台北 大家各有各的解釋 到底台北這個文化是 比較中國式的庭園呢 日本式的建築呢 還是歐洲式的這種 移進來了歐洲的建築啊 啊 喝咖啡呢 還是喝茶呢 你你你既然會講到不倫不類 可見人你心目中 一定有個美的 那你可不可以講講 你對理想中台北 是一個怎麼樣城市 建築物怎麼樣是美 我這幾年來一直看那個 在1945年 美軍要轟炸台北前 他們拍了很多衛星圖 嗯 對 那 那這個呢 我去跟京都相比 嗯 對 其實 如果回顧到1945年以前 嗯 其實是台北跟京都非常類似的 他的 綠地還有建築 建築型態 空間 對空間 那京都一樣 京都也有一條河 兩條河在那邊交會 嗯 過去 那也有鐵路這樣子 那 我們去京都看 他們可以保持這個樣子 嗯 那我覺得台北如果說現在 不要再加多這些建築 其實慢慢的 建築不要再繼續增加太多 對對對 其實 在那個像 燕場 或是我們很多 綠地釋放出來 只要 保留那個原來的樣子 其實我我覺得 我的心目中的景象是比較像京都的 嗯 對 所以 那最都市更新 對你來講是 一個很大的壓力囉 對對對 因為他有可能再繼續拆哦 然後樓繼續更高囉 對 那像這幾年有很多 我們看很多 台北市多出好多小塊的公園綠地 我很怕那個以後就真的有 那個綠地都將來是會變高樓 對對對 如果說那綠地真的可以保存 不動 然後再做一些景觀 讓藝術家 或讓一些建築師去發揮的話 嗯 我覺得是很有機會 那我們應該去弄個連署 跟台北市 市政府強力的去推薦一些 未來公共空間要怎麼樣 利用 利用跟規劃 嗯 的一個建議 對 那我想台北就這麼多地 大家 各說各的 甚至一個腳踏車到都很難 因為大家 沒地方沒什麼地方停車 對 所以台北是一個很擁擠的 可是又 又很多人來到台北 又覺得台北 好像有一種自由空氣 跟很適合人居住的城市 嗯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嗯 好謝謝你 好謝謝